大家好,我是不会开船人船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有深度的动画《龙的牙医》下篇 船员们可以先看上篇哟 在这个世界人类利用龙来取得战场上胜利 而对龙来说牙齿是弱点 保护龙牙的就是龙的牙医 有天龙复活了死者称为皇权归来者的贝尔 在女主角野乃兹的调教下称为龙的牙医 牙医小姐坚婴不满牙医等死的态度要破坏龙的规矩 而饲养天狗虫让自己变成天狗虫2.0 最后野乃兹为了稳固被天狗虫2.0破坏的龙牙 贝尔为了保护野乃兹 两人双双随着龙牙的连根拔起衰弱下去 下篇开始野乃兹和贝尔安全落地 因为龙的牙齿绝不会碰触大地 所以会漂浮才不至于让他们摔得粉身碎骨 突然一阵 劈啪啦劈啪啦 啪啪啪啦啪啪啪啦啪 龙牙破碎后只剩下指南针龙牙 指向龙的方向似乎要他们快点带他回去 龙只要少了颗牙齿就会很虚弱的 没多久敌军士兵赶到也是贝尔以前国家的士兵 而且他认识贝尔甚至惊讶贝尔近海活着 另个跳出来的人有着熟悉感是敌军大叔也是敌军老大 才说没几句敌军就被偷袭而开启一场激烈的枪战 在枪林弹雨中就是射不到敌军大叔 即便有不死之身但寡妇敌众敌军还是先撤了 而拯救野乃子和贝尔的士兵 建议他们晚上别行动比较安全 甚至不用包包就可以换到包包 把指南针龙牙放进去方便野乃子携带 军队引领贝尔和野乃子先去安全地方 贝尔起码载着野乃子不用紧急刹车 妹子的乃子就会贴着你除非你是帅哥 军队带他们到一处民房夜晚休息的两人讨论着 因是天狗虫二点灵和敌军串通 原本掉落的牙齿会在敌军手上但他们失策了 不过这也意外让贝尔想起自己的死 原来以前贝尔是名副队长 在逃难时命令下属将受众伤的上校抬起来 却遭下属反枪包括敌军大叔 即便贝尔拿枪威胁大家也没用 因为敌军大叔吃定贝尔是个懦弱的人 为了补让强身惊动上方的龙 敌军大叔抢走贝尔的枪 并用小刀将他刺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回到现在敌军也趁龙力量减弱 家族火力能杀多少算多少 庆幸的是龙的外围有城防护照 即便火力强大也会安然无恙 夜乃子这边准备启程打算回龙那 但贝尔不想回去龙的黑心企业 因为他讨厌牙医们接受死亡的态度 却不做任何改变 气得夜乃子 分道扬镳后敌军正追着夜乃子一群人 主角的军队也不是沈幽的灯 马上就发现敌军的靠近 便让军队小哥哥载着夜乃子去机场 好大成运输机回到龙那 其他人则去阻止敌军 军队小哥哥快马驾便来到机场 但早有埋伏敌军还对着他们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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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的扫射 军队小哥哥为了帮夜乃子挡子弹 就真的重弹摔落马下 指南真龙牙也掉落被敌军抢走 目的达到夜乃子也不管了 就由放不下他的贝尔来英雄救美吧 但这时的运输机早被敌军霸占 打算利用指南真龙牙纯元龙的防护罩 直接到龙的身上 只要打败龙这场仗就胜券在握了 贝尔和夜乃子赶紧骑马追上前去 上演着复古版的速度与激情第六集 他们更厉害是骑马追 还就这样让他们搭上了运输机飞上天机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开运输机上方的舱门混进机内 敌军根本来不及反应指南真龙牙就被抢回 野乃子在帅气挑剂又指南真龙牙在手就不怕坠落地面 此时此刻上片就出现的天狗虫二点灵竟然跳出来抓着乃子 而是抓着野乃子的双肩让他一飞冲天 带回运输机里没助野乃子逃 反而让敌军拿起硬硬的机关枪 想处理掉野乃子但天狗虫二点灵却保护了他 运输机顺利穿越了龙的防护罩来到龙身上 但别忘了贝尔还在机上抓准时机把野乃子的棒棒丢进来 不托尼带谁的抢回指南真龙牙 接着就是一阵打斗却让运输机失控坠落 到龙身上后敌军大叔用不到指南真龙牙了 他要的是进去龙宫 一步一步是魔鬼的步伐在丢颗炸弹 轻松解决防守的军队就可以朝龙宫前进了 进去龙宫后敌军大叔拿枪对内扫射 击败里面的神职人员并找到了龙的智齿 只要他消失就没有龙的法令 也没有龙和人类的契约更不会有死者复活 另一边天狗虫二点灵要牙医们尽快离开 因为他要摧毁龙了 但牙医大叔不解现在变蛀虫的他为何以前 他还是龙的牙医时有个爱人为了保护龙牙而牺牲生命 你现在却要摧毁龙 天狗虫二点灵觉得 自海变闹才不要告诉你们 我要去龙牙的另一头护和艾伦 三变气 说完就从龙牙上开个黑洞钻了进去 掉入一阵不知道多久的奇幻旅程 他回到了从前那个爱人还在的从前 喜极而起的他就是对着艾伦做起舌头碰去运动 再睁开眼才警觉是张大象片爱人的脸也开始扭曲变形 变成有多只触手的蛀虫并将它吞噬 触手也开始从黑洞窜出变成球状蛀虫 让龙疼痛难耐痛到无法飞行坠落地面 球状蛀虫变得更大了 达到破裂成 像肠子般的杀戮虫笼罩整个天空 并开始取下士兵们的脑袋 抵我不分的疯狂杀戮 凡只要心存杀意的人都会成为他的猎物 已不知夺取了多少性命 野乃子和贝尔才议会过来 要把指南真龙牙赶快还回去 不然杀戮虫只会杀更多人 野乃子使用美人机要贝尔一起将龙牙放回去 但贝尔又拒绝他 拒绝妹子的下场就是吃一剧天餐饺 呵呵 贝尔要去哪呢 他捡起地上的手枪望着上方 来找抱着龙智慈的敌军大叔 贝尔早在门外守候 拿枪指着杀自己的仇人 但他也掏出手枪 让贝尔再次死在他手上 杀戮虫二话不说 马上对有杀意的敌军大叔展开杀戮 据贝尔他的主角光环和生命就到这告个段落了 野乃子依旧勇敢且奋不顾身的 要将指南真龙牙放回龙牙根部 在牙医们的童心鞋下 砍断了杀戮虫 救出天狗虫二点灵 野乃子用力的将指南真龙牙丢回牙齿内部 突然一阵强烈蓝色气焰 将所有杀戮虫的触手石化 彻底和他断开一切的牵连 虫见光明 天狗虫二点灵没有回去当龙的牙医 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要找回爱人而离开 龙的支持也放回原位 龙也恢复体力再次飞龙在天 故事就在贝尔的口白说 当他想到野乃子时 就有某种东西指冲他的胸口 那应该是初恋的感觉吧 而得知贝尔是真心喜欢野乃子下结束了 船长认为剧情里觉得疑惑的点 应该是为动画的延伸做铺陈 这时部充满想象且寓意深远的动画 大推给船员们 如果喜欢船长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铃铛 舅舅不会开船的船长 我们下次见